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能有这么好的收入全得益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云烟机械仪器研究所生态工程团队创立的全新养殖模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水产养殖的国家 早在三千二百多年前就有珍奇雨再谱鱼的记录 春秋末期被尊称为伤胜的范例 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 开创了中国水产养殖的先河 到了明代将这一带的桑极雨业蓬勃发展 成为世界水产养殖的典范 被联合国评价为世间少有的美景 良性循环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水产养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全国各地兴起了池塘养殖热潮 从1955年到2015年 60年间 我国的池塘单产增加了11倍 2019年 我国池塘养殖面积超过300万公顷 养殖产量超过2480万吨 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 有效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鱼难题 目前我国的人均水产品占有量 已达46.45公斤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倍以上 但是在高产的背后 危机也在显现 水污染 池水一坏 绝绝要反弹 当前 我国的传统水产养殖 普遍存在着水体污染 贴质下降 模式落后地突出问题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成为摆在中国水产专家们眼前的首要问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云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的生态工程科研团队 针对当时我国池塘养殖所面临的窘境 通过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 提出了淡水池塘养殖生态工程化 升级改造的新思路 具体讲 就是创建标准化的池塘养殖设施 开展池塘养殖水质精准调控 和维水高效治理 我们为什么叫生态工程化 就是把一个我们想要的 就是把这些功能啊 通过工程设施的方式啊 做到一个最精简化 最效率最高的这么一个处理系统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大国水产节目 养鱼先养水 让水产养殖既有产量也有质量 做到对环境友好 那首先就要解决养殖过程中的水质问题 为此他们研发了水质加底质综合调控技术 发明了养殖结构容量控制 碳 氮 磷平衡 植物控造 环氏碳源和底质磷释放等多项技术 实现了养殖水体的有效调控 其中多营养层级养殖池塘 将一个养殖塘分割成多个部分 在不同的区域放养不同的鱼类 并布置不同的水生植物 实现了多营养籍养殖 在水体中放养有莲 雍等上层鱼类 草鱼 鞭鱼等中层鱼类 水体的底层含有青鱼 鲫鱼 螃蟹 甲鱼等 在这个系统中 他们还种植了多种水生植物 用于吸收水体中的氮 磷等有机污染物 另外他们还将每年池塘青鱼的底泥 堆积到糖梗上 在上面种植玉米 水稻和鱼喜欢吃的青草等 转化吸收养育产生的负营养物 这个池塘的水 池塘的底泥里面的营养 非常适合涨水道 在这么一个系统里边 我就实现了这个营养物的一个全循环利用 那么最后池塘养殖排放下去的水去了哪里呢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大国水产节目 传统池塘养殖围水多数是直接排放 进入到周边的河道或湖泊 造成了环境污染 但是在生态工程化的养殖池塘 养殖围水必须养过三关 第一关 生态沟渠 池塘养殖围水首先进入旁边的生态沟渠 对水体中的鱼粪 残与饵料进行沉淀 利用沟渠中的动植物吸收 转化水体中的负营养物质 使水体得到初步进化 第二关 复合人工湿地 经过生态沟渠初步处理后 池塘养殖围水进入复合人工湿地 进行强化图理 他们构建的池塘复合人工湿地 具有表流湿地 潜流湿地等功能 特别适合处理养殖围水 第三关 暴气池 经过人工湿地处理过的水 最后进入暴气池 池内有增养设施和水生植物 对水体进行增养 使水体恢复到复养状态 经过以上三关处理后 池塘养殖的围水 就可以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了 这种技术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衍生了一些新的技术方法 例如在浙江湖州 他们利用这种技术 构建了三尺两瓦处理技术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分析结果表明 经过生态工程化处理的养殖围水 达到了国家养殖围水排放要求 有了好水 那养出的鱼品质到底怎么样呢 343.1 体长24.5 体高10.50 我们经过检测 这鱼的品质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养好了水 鱼的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近年来 他们又研发出了多种设施化程度更高的 新型池塘养殖系统 分格强化养殖系统 分析续坯式养殖系统 多营养层级养殖系统 例如 在他们研发的分析续坯式养殖系统中 专家们将养殖池塘设置成三种不同面积的部分 分别放养不同规格的鱼种 投喂不同的饲料 实现了分析续坯养殖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就可以实现一个是均种上市 控制养殖容量 还保证养殖产量 减少了这个水质的恶化 以及排放的这个污染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大国水产节目 在河南形阳的黄河滩区 经过生态工程团队的规划改造 昔日荒芜的黄河滩 变为如今的千五黄铁万航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和当地著名旅游景点 养出的黄河谷大鲤鱼畅销全国 围绕着池塘的现在 随着这些问题啊 进一步的开展研究啊 贴近基层 这个贴近鱼美 围绕这个产业的发展技术取求 助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健康和社区发展 复端的这个转型升级 形成这个绿色发展的方式 能够生产更多更好的这个优质水产品 满足社会的需求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大国水产节目 感谢观看